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就是神学教育的更新 神学教育的更新 我们来读经文诗篇第103篇17和18节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我想我就是这种的受贿者 我的曾祖母 祖父 大伯跟父亲 都是敬畏神的他的仆人 传道人 所以福分就临到我们这一代了 话说回来 我们也应该为下一代蒙福而祷告而筹划 神学教育就是为了下一代的教会而努力的 提摩太前书第3章15和16节 这里保罗给你们看见一幅很荣耀的图画 教会 教会是什么 提摩太前书3章15到16节 保罗对提摩太说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结在荣耀里 这个对基督的荣耀的信仰的宣告 这个是教会的宣告 教会是神的家 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教会是神所护照的子民 这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圣灵运行的团契 教会毕竟是在地上要彰显的荣耀 在地上要成就神的计划的 为了下一代的教会 神学教育是必须的 我们上一讲 讲过了 从特别宗教改革以来 神学教育的模式 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 1860年代之后的复兴运动 就有圣经学校 Bible Institute 或者圣经学院Bible College 的兴起 因为神学院开始信仰变质 另外教会的大学 是文理科的 不能够供应 福星运动 一时很多很多的 自愿军 愿意去海外宣教的青年基督徒 圣经学校 就应运而生 比较有名的 持续了今天的 就是芝加哥的 穆迪圣经学校 穆迪Bible Institute 还有另外两家的名字都改过了 第一家是洛杉矶圣经学校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Biola 目前已经是一间基督教大学 Biola Biola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另外一家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 多伦多圣经学院 Toronto Bible College 后来改的名字叫做安省圣经学院 今天的名字是天道大学 Tindale University 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学校Bible Institute 与中国教会 中国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会 是从玛丽顺1807年到中国而开始的 戴德生在1865年 创始了中国内地会 于是中国人在内地开始信主 到了1900之后到1950这段时间 不同的圣经学校型的神学院 就不断地在开始训练传导人了 1970年代 一位美国东岸的宣教历史学者 M. Sir Bates B-A-T-E-S 发表了一篇的文章 美国宣教士在中国的神学 1900到1950 他分析了 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宣教士 他们的神学装备 他发现一般的美国宣教士 是教会大学毕业的 记得吗?我们上一讲说 美国开国之后 在一些的小镇上 有一些不论是 微理工会的 长老会的 进行会的 生工会的大学院长是牧师 可能院长会教一科 大学最后一年的 哲学或者伦理这种的科目 这些的去中国宣教的 美国宣教士 一般就在这种的教会大学毕业 平均修过三科的圣经 或者神学科 与在美国本土中派的教会 牧养教会的牧师 比较起来 这种的装备是太少了 因为一位牧师在美国传统的教会 是大学毕业之后读 三年全时间的神学教育 也就是我们介绍过的 神学院的课程的整体 这种的宣教士 一股热忱的 在教会大学毕业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 就与他的甜心女朋友结婚 再过一个星期 新婚的新郎新娘子 就坐船去中国 印度或者非洲去宣教了 我个人在1950年代 出生于这种的神经学校 地点是香港 我亲眼看到中国大陆的神学院 移植到香港的时候 这个模式 有一位牧师 曾经是伯德利布道团的成员 也就是说 跟宋尚杰博士一起出去布道的 神学院的院长 是一位单身的女性 家务主任也是另外一位的单身的女性 学生们来自推伍军人 或者是中国到香港 1949年之后的一些家庭的子弟 或者在香港姓祖的青少年 我们这间的神学院 有一些的特点 就是因为由美国做总会 所以还是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 不过总体来说 一个圣经学校的课程 就是有很多的圣经书卷的科目 学生们热心地祷告 我还记得我自己的主任学的老师 也就是我父亲的学生 他会在中午午餐之后 在房顶跪下来为他的主任学学生们祷告 读圣经 祷告 在当时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移民 在一些空旷的地方 步道 可能加了一部的货车开篷道 上面放了一部的钢琴或者手锋琴 他们这样子唱诗 或者放一些的短片电影 来吸引人来听福音 读经 祷告 步道 还有准备好毕业之后 做一个穷的吃苦的传导人 这种的教育 明显的长处就是 训练学生 专心爱主 立志 吃苦 做主的仆人 他的限制是在外语 文 使者 或者是护教 和系统神学方面 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些的 面对时代思潮的一些的装备 我就是在这种的神学院 这么一个小孩子 这样子长大的 第二 圣经学校的转型 这些在1880 1890的复兴 宣教运动 所开始的圣经学校 特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 慢慢慢慢的转型 从圣经学校 Bible Institute 变为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些世俗的 任何团体可以承认的 一些的 学士学位 他们也可以颁法 逐渐的 这些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因为时代的需要 都市化的文化 他们也 加添了一个研究院 发 熟识学位 换言之 这个 从复兴运动 开始的圣经学校 逐渐在形式上 就改变成为一个 他们本来所 所丢弃的 神学院 这个模式 复兴运动 所带来的果子 可能会慢慢的 制度化 结果成为 老一代的教会 那种的模式 三 中国神学教育的意向 1966到1975年 我本人为什么 对神学教育 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1967年 我的父亲 在卫敦大学 读完他的 大学琐事的学位 到了美国费城 去幕会 那时候 我是在高中 最后一年 就参加了 韩伟博士家里的 费城中文查清班 在那里认识了 赵天恩牧师 陈济明博士 周永健博士 高吉月牧师 他们当时 既不是牧师 也不是博士 是威敏斯的神学院的 华人的神学生 赵天恩牧师 在1965年前后 从费城去台湾 一年之久 见证了基督教在台湾 一百周年纪念 他就看到传道人 在神学和神学装备方面的贫乏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神学的贫乏的原因 分别在不同的报章 用中文用英文来发表 回到美国 1966年 他发起了 Chines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tudies 华人基督教研究团契 从这个团契 又再发展出 1967年1月份的 神学院筹备小组 Seminary Preparation Committee 那个就是香港的 中国神学研究院 意象的诞生 那个时候 赵天恩牧师 陈吉明老师 周永健老师 高级院牧师等等 他们就邀请了 一些当时很有名望的领袖们 Arthur Glasser博士 洛杉矩 当时是赴了神学院的 Ralph Winter 温德博士 王永信牧师 Ted Ward博士等等 来咨询 来讨论 中国未来将要开放之后 所需要的神学教育 当时他们在开这些的 资讯会议的时候 我是一个小小的大学生 在旁边端咖啡 听他们讨论大的意象 听到他们所谈论到的 是神学院这个教育模式 怎么样需要更新 来配合中国教育的需要 当时他们讨论到 有四种不同的神学教育 都是中国所需要的 第一种是农村牧者们的训练 那我们下面会解释一下 温德博士在这方面的贡献 最基层的神学训练 从那个时候 我听到温德博士 跟赵天牧师的讨论 我就立志的说 我要做一个普及神学的推动者 第二是都市的牧者的训练 最高的是神学教授的训练 那个时候到费城咨询的 也包括Ted Ward 博士 当时他是在密斯根州立大学 叫国际教育 成人教育 和非正式教育 这三种很特殊的学科的 所以 我在那个时候端咖啡 听这些大人物讨论的时候 就逐渐地形成一种 对神学教育的一种的负担 第四 延伸至神学教育之起源 刚才说 温德博士可能参与了 或者至少记录了 1957年 在中美洲 Guatimala 长老会的神学教育 所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 在中美洲的 美国的长老会宣教师发现 他们从农村 抽出来的传道人 接受了大城市的神学教育之后 回到农村 是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牧者 因为他们已经跟他们以前的 农村文化妥协 所以当时他们做了一件 很革命性的事情 就是发展了延伸至神学教育 首先 他们的牧者们所需要的是 小学六年级程度的教科书 所以他们就开始写一些 程序式的教科书 Programmed Instruction 就是说 有一段的资料 填充问答 然后答案才正确的话 可以跳到下一步去学习 教科书写好了 适合小六的程度的 神学院的老师呢 就派出去农村 一个地方有牧者 可能有长职 有一位的学生 神学教授每个月去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 他每个月去一次 与牧者一起来跟学生来讨论 他们学习的成果 学生没有离开家庭 没有离开工作 没有离开教会 或者侍奉 这个是延伸至神学教育的诞生 Dr. Ralph Winter 曾经写或者编了两本这类的书 在这件事情之前的五十年 在墨西哥跟美国的教学 Rio Grand 那这条河两旁都是墨西哥人的文化中 我们看到两个宗派培养神学院的对比 墨西哥牧者的教育 我自己以前的上师 他在复勒神学院所写的宣教学博士论文 就是记录了进行会和长老会 这两个宗派在1900前后 训练墨西哥人牧者们他们的成果 长老会的把墨西哥的牧者 抽离到长老会的神学院 接受教育 结果回到他们的地方是不能用 结果这些的牧者们成为一些很苦毒的 只能够在总会办公室办公的一些的干事 进行会的牧者欢喜快乐的 服侍神感谢美南进行会 因为进行会给他们 是成为一种的群众运动的成员 没有把他们从他们的家庭教会抽离出来 黑人曾是神学教育的先锋 1960年代末 我有一位的师兄Bill Crispin 瑞典后裔 美国芝加哥长大 他也听赵天文牧师他们 发起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意向的 他在威敏斯的神学院毕业之后 在美国南费城黑人区 当一家改革宗教会布道所的牧者 有一天有一位黑人牧师来敲门 说你是不是某某牧师啊 你是不是一位又来了一位白人的牧师 认为在我们黑人社区里面 神没有怎么作为的这种的牧者啊 吓得他一跳 这位黑人牧者呢 就把Bill Crispin带到他们黑人的牧师的祷告会 从那时候开始 Bill Crispin就认这批的黑人的牧者 是他的牧者 他的心成为一个黑人的牧者的心 当时费城有城市的暴动 之后这些牧者们很清楚知道 他们需要接受神学教育的 有一年八月份 费城的老师们罢工 牧师们就知道 九月份没有学校开门的话 孩子们不上课就是反读犯罪 他就跟Bill Crispin说 你来开一间基督教小学 Bill Crispin说 弟兄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我们需要家师老师资格的认可等等等等 总之五个星期之内 神听他们的祷告 开了一所基督教小学 Bill Crispin的信心就大增了 牧师们就跟他说 我们需要神学教育 你是有神学教育的 你回去你的神学院 请你的老师们来教我们 Bill Crispin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我的神学教育的老师们跟你们 文化上根本是两码事 总之他去了 要请了两位新闻神学的教授来 黑人牧师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先祷告的 大家跪下来祷告三十五分钟 我的白人老师可能从来没有跪下来 跪在地上祷告 Bill Crispin说 祷告会结束之后 地平了 我的两位老师说 弟兄们 我们是你的弟兄 我们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从那个时候开始 威敏斯的神学院 就开办了黑人牧师的学习班 所以到我1971年 进到威敏斯的时候 我就看到 有的时候是星期四晚上 有星期六早上 有一小桌的黑人牧师来上课 他们一上课 胃口就大开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再帮助他们呢 那时候剪和培牧师 从韩国宣教回来 是我们的宣教学的老师 他就设定了一套的长期的计划 在费城的黑人区里面 办一间的神学教育中心 白人 郊区 中产阶级改革中的教会跟神学院 跟黑人 穷人区 没有做过大学教育的 进行会 灵恩派的牧师 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定了一个的信仰宣言 说我们相信 黑人教会的口传传统 和白人教会的逼传传统 就是例如说 使徒信经 威美色线告白等等 他们彼此的尊重 这样子开拓了一间的神学教育中心 赞助这个中心的 有各种的白人的改革中的教会 中派神学院 有各种黑人的进行会 独立的灵恩的教会 一起来办这个学校 有基督教的大学在这里 办文学学士的课程 因为很多牧者只是大学 只是中学毕业 没有大学文凭的 另外在那里也开拓了一个琐事的课程 这样子一个在城市里面 让在城市里牧养教会的 双子的牧者们 可以得到正规的大学跟神学教育 这个是1970年代的事 后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尝试 我很感谢神给我听 看 经历到这些神学教育革新的模式 1980 我到纽约开拓教会 当时就开始想这个问题 或者说我在大学 神学的时期已经看到 这个中神 中国神学研究院 中国神学教育的意向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让平信徒 得到普及化的神学教育 在80年代 我就开始想 怎么样可以炒一个八盒菜 十盒菜 给平信徒可以得到 经典的神学教育的 最精彩的好处 1997年之后 中华展望我们的机构 就开始转型 专门做神学教育的方面 自从那个时候到新天 我们发展出一种的课程 是有圣经神学 比如说 认识旧约里面那个神的恩典之约 福音书里的天国 保罗的末世论等等 圣经神学的几科 有系统神学 特别是圣灵论 救赎论 教会论 道论 护教学 早期教育的发展 清教徒的金钱 圣经辅导 和敬拜赞美 我们在过去十多年 就在东南亚 还有在网络上 开拓这种的神学的教育 与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的 大有人在 比如说第三千禧年的事工 就是在这方面找专人 来派露一些 很精彩的 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们的课程 弟兄姐妹 今天在二十一世纪 你若是认真的要做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真道上长进 在主耶稣基督恩典 和知识上成熟的话 我们已经没有借口说 找不到神学教育的资源了 不论是第三千禧年 我们中华展望 还有很多其他的 都已经免费的 把这些的神学课程 放在网上 包括你们现在 所看的节目 重要的是 个人和教会的行觉 我说在中国的教会 每一间教会 或者每一个点 每一个片 都可以成立一个 神学教育中心 只要好好的 把这些材料收集 然后设计一些 功课作业 讨论问题 这个需要一些技巧的训练 这样子 圣经神学 系统神学 教委历史 护教学 各方面实用的 科目 讲道辅导等等 材料已经可以到你们的手上 问题是 教会要捡起神学教育的重任 不要让专家来做 训练我们下一代的工人 的任务 我们自己来做 参考 引进神学的资源 所以美国过去的十多年 到二十年 一些比较大的教会 自己办神学院 是正确的 圣经里面没有神学院 圣经里面有的是教会 主耶稣基督来设立教会 教会要训练工人 就等于父母亲 是教养孩子的那两位 学校直播是帮助父母亲 同样的神学院的资料 人才是来帮助教会 训练工人的 你愿意在装备自己 和教会训练下一代的 牧者 长老 知识 主学老师 团系的带领人 辅导 宣教敬拜赞美的人才上 你也尽一份力量吗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感谢你 你的地上设立教会 要荣耀你自己的圣灵 同时是真理的注实 你也吩咐我们 要把我们 从你领受的 你所交托的真道一代 传道下一代 求主给我们忠心 自己装备自己 同时也在教会里 能够成为下一代的领袖们 仆人们的祝福 继续的光照我们 把这个异象传出去 直到大地都充满着 片满着耶和华的知识 直到主来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